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德琪 王爷 臣都督特别嘱咐属下 让我等在此 恭迎诸位 多谢臣都督的好意 多谢多谢 德琪 王爷 饭店我们已经订好了 路线也反复挑选过 肯定没问题 德琪 王爷 请上车吧 好 好 好 上车 是 那我们也走 那个那个那个谁 那个 别言心 过来 看见箱子没有 都给我搬上车 你没听见 这难道不是你该做的 好了 就拿一只 你那只手废了 都给我搬上 你干什么 够了 都上车 没说 给脸不要脸 走 爷 别 犯不着跟那谢大人生气 犯不着 他这就是趁机挑事 等这次谈判完了 非得找个机会休理他一顿 对了 可颜辛 你和瓦格纳来这儿打前阵 有没有他听到什么动静 我本打算去陈都督那儿探探口风 结果人家压根不见咱们 没办法 也不知道这袁大人到底怎么想的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些人说他对唐大人的提案 看不上 也有人说他背后有自己的想法 不是我说 这唐大人作为清田的代表 这次的态度也太磨能两可了 真不知道他是咱们的人 还是南方的人 他呀 以前可是刘美回来的 思想先进着呢 对共和我觉得根本不排知 对吧 爷 南方那边呢 有新消息吗 也没有 男方不得等着袁大人回信嘛 陈的 这可是现在上海最热门的事 是租界公布局主办的 号称是全世界最高水准的搏击大会 听说奖金有一万亿包 咱们中国人谁参赛 中国人 我好像没听说 没有中国人 他养人打牢要跑 我来参加一个比赛 闲得没事看 所以嘛 我就觉得这根本不是个比赛 就是个右头 什么右头 把参赛各国的公使 是巨到上海的右头呗 也不知道他们在背地里有什么大错 怎么可能就为了一万亿包呢 对 我救命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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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セ 快走 瞧瞧 慢着 还是我先下去 看看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你也没了吗 没有 怎么这么多人啊 迎接谁了呀 不知道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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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让一下 这洋鬼子谁呀 这我还真知道 这个人叫乔史密斯 因为块头大 大家都叫他 很大 老师 我们听说你是最喜欢的 是最喜欢的 你有什么想法 今天是比赛的 老师 这是你第一次来到中国吗 你觉得每个人都舒服吗 先生 万国政兴大会在中国举办 那为什么没有中国选手 是呀 我也是非常有中国选手 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 这鬼子还挺狂的呀 看我找的机会肯定好好教训他 就你教训他 一个胳膊顶顶脸啊 瞧不起我 老子现在就给你教训他去 别认识了 怎么回事 不是 这个人就是大乔 有名的英国选手 今天是他入住酒店的日子 所以这些记者都来采访了 那怎么也不能在这儿干号着呀 这儿有后门吗 有 赶紧走 好 走吧 走 走 不知道你们这些护会是怎么当的 竟然我们走后门 这大清国的颜面 都给你们丢尽了成何体统 外边这么多人 没一个是冲你来的 你 你在这儿吼什么呀 两位大人 你们住在四一陵 那个是尊享套房 我们就住在隔壁 也好照应 钥匙给你 爷 咱这边请 这儿一共有几层啊 六层 这房间是这儿最好的吗 算是 什么叫算是 大人 有很多房间 都被万国争雄大会的选手 一早就包下了 他们都是提前好几个月预定的 我堂堂一品大员 竟被一个洋人踩在脚下 什么意思 况且这四爷太不吉利了 这房间 我住不了 谁爱住谁住 大人 您知道这四一陵 以前谁住过吗 谁呀 美国总统格兰特来上海 就住在这间房间 谁 美国总统 那行吧 凑合着住吧 选择这儿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每间房间都有电话 万一发生什么紧急事情 咱们通知起来也方便 严谨 这房不够住啊 怎么了 在这儿六个人 一共四个房间 还有一个客厅 谁睡客厅啊 你跟司三姐姐住一间 我跟温狗住一间 也跟语初一人一间 这不正好吗 谁要跟他一起啊 那要不 我单独睡一觉 你睡客厅 怎么样 那怎么行啊 我在海上背风吹的正乃 你睡不着 要住也是你住 被吹出风寒了吧 别不要了 快吃了吧 没事我就先上去了啊 别走啊 你看 下面就是卫潭 卫潭 都是房子 有什么好看的呀 都是房子 每一栋是中国人盖的 全部都是洋人盖的 行了 别看了 我们进去吧 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不用 你不用担心我 听说这附近 有一家很好吃的冰淇淋店 走 吃什么呀 我们才刚到这儿 护卫事务都还没安排好呢 交给兄弟们就行了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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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好 好 噓 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帅 园声 祖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须松了 你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不是应该去鲁鲁港吗 我 我 我跟四三换了 四三答应了 你没跟他说晚上有宴会的事吧 有这种好事我怎么可能跟他说呀 哥 就这么定了啊 好 周知 怎么了 中国人和狗人都不允许 他 他 他说什么 他说花人与狗不得入内 你等我找死 关狗 别跟狗一般见识 偷摇你了 难道你也反咬了什么 走 拿去 不是说好就你一个人来的吗 怎么又带一个 你这朋友怎么回事 我 你冷静点 不然不让你惊了 我们不会闹事了 放心吧 走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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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名字是William 还有我 也认识 为了今天的节目 我会参与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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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啊 远东公司代表 这次大赛 就是远东公司主办的 所有的钱都是他们的 所有的军队 都是世界上名的军队 第一个 第一个 从俄罗斯的 阿曼 白鸡 第二个 美国军队 军队 军队 就这小身板能打 大家 欢迎 美国军队 参与 参与 接下来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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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 葡萄 接下来 今天 从日本 红蝦 女的 女的 还能参加比赛呢 你可别小看日本人 能参赛的 必有过人之处 必有过人之处 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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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军队 叫做 大王 大王 好 这个大乔很厉害吗 听说他拿过几次世界搏击赛的冠军 英国人这次派他出赛 就是奔着冠军来的 想必也是想给其他几个国家 一个下马威吧 接下来是 讨论 因为时间限制 每个选择会 三个问题 报告者们应该会问他们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开始 白鸡 你那儿 你得等待你的转 你得到 你得到 你看我长得像 记得吗 那你干嘛 我就是比较好奇 但是我对他们不好奇 我只是有几个问题想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那你到这边要问什么 你们举办比赛明明是在中央 但是为什么全都是洋人 没有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 这个没有为什么 没中国人就是没有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因为你们怕中国人 你们怕中国人来了以后 参加了比赛 你们的比赛就全输了 这就是原因 这就是原因 有问题吗 我当然有信 你想干吗 我干掉你 替你参赛好吧 我去吧 你一定要 看到你 你 我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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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俄尔吉 崇利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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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 一年 怕死你了 末年 已 从 death 好色 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走 太子爷 你怎么那么关心崇利明 该不会是 您想说什么 没什么 太子爷 先生 坐吧 是 要不要吃点 不用了 是 那个崇利明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这么帮他 崇利明是我一个朋友 当初您让我去北京查连二 路上当人暗算 是他救了我 之后连二叛逆 也是崇利明救了我 你说的救命人就是他 是个奇人哪 是 好了 他现在出名了 所有的人都知道 怎么青帮出头帮了他 先生 这个事情 我没怪你 是 这样吧 你安排个时间 我想见见他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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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认识 安特尼 会被换成 中国人 他们不让崇利明 参加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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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我说 是 一条的楼 不会让崇利明 参加 他们想我们 解释 好 我明白 那么 我们怎么办 那 如果中国人想进来 我们就让他们 这 这 别忘了 我们有个大事 我们 会把中国人打开 就像是什么 他们不会看到 什么 那更有趣 对吗 先别让我 我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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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认识 对吗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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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 这有什么好反对的 你能这样 挺好的 我哪样了 你有新目标了 你这样说的 好像我以前没有目标一样 难道不是吗 前段日子你没事可做的时候 简直就跟活死人差不多 你还是有事折腾比较好 活死人 有那么夸张吗 人生找不到目标的时候 不就跟活死人一样吗 我知道 前段时间你虽然装作什么都不在乎 可其实你心里特别失落 没事可做 也什么都不想做 觉得好像以前那些活法都不管用了 所以你才会那样 可是现在 你终于找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阻止你呢 我没有失落 我这是为了民族大义 挺身而出 爷爷 两位大人找您有事 请您过去 你马上给我退赛 为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 洋人比赛 你凑什么热闹 谁说洋人的比赛中国人不能参加的 不是叫什么万国争雄大会吗 你 你还有理了 崇利明 这场比赛虽然是在中国举办 但是背后出钱的是远东公司 携办的是工部局的杨董事 那就是一场洋人的比赛 他们外国人要显背武力 要拿冠军 就让他们显背 让他们拿呗 一切以谈判为重 不要节外生枝 那他们来中国干什么呀 要比就滚回自己的国家比 来了中国还不让中国人参赛 觉得我们好欺负是吗 你捣什么乱啊 人家洋人 愿来咱们中国玩 他就来咱们中国 他高兴怎么来就怎么来 关你什么事啊 亏您是朝廷重臣 你好意思说这种吗 崇利明 你可别忘了 这次和谈还得仰仗洋人 你现在倒好 把人都给打了 我告诉你 即刻退赛 给人家赔礼道歉 我凭什么给他们赔礼道歉 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态度 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考虑民族大义 不为百姓着想 所以洋人才会听到 我们头上来知道吗 崇利明 注意你的言辞 你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什么都可以放弃 对洋人半个不辞都不敢说 半份责任都不敢承卖 所以我们的国家 越来越柔 越来越糟 洋人把我们当软弱骨头 我这次参赛 我就是要告诉所有的洋人 不是每个中国人 都是这么软弱无能的 你们听明白 是为了你 你不敢承卖 你不敢承卖 崇利明 玛丽 怎么来上海 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们怎么办 几个月不见 居然在上海见到你 真是事实难料啊 你不是回英国了吗 可上海才是我的家 你呢 听说你现在很有名了 你怎么办 参加了一个比赛 万国争雄大会 这个万国争雄大会 是远通公司办的 是我办的 是吗 那我更要参加了 崇利明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这样做 只会给朝廷惹上麻烦的 给朝廷惹上麻烦 还是你担心我赢了比赛 给你自己惹上麻烦 还有事吗 没事 我先走了 崇利明 你难道不知道我为你好吗 现在这个时局我很清楚 这个比赛我也必定会去参加 如果你真的了解我 你就不应该来劝 而且你我之间 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 崇利明 是不是我做什么 你都非要阻止我不可 当初在英国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我的 这是两码事 你别汇问一谈 我针对的不是你 一直都是洋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机 在上海办擂台吗 不就是想给中国人 一个下马尾吗 之前在四川 现在在上海 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 为所欲为 任意欺凌 我告诉你 玛丽 上海虽然是租界 但永远是中国的领土 我崇利明就不能看着你们这么干 而且 你也是中国人 我不是 我不是中国人 我不管你觉得你自己是哪儿的人 在你的身体里面流淌着的 永远是中国人的血 崇利明 你非要参赛 这后果你担得起吗 我的西野大人哪 现在崇利明可是整个上海滩的大红人哪 连各个国家的大使都知道 尤其是你意大利大使 你可不知道他背弃成什么样 那安东尼可是意大利千挑万选出来的选手 你们就那么不留情面 把人打得那惨样 这件事 怎么说呢 这个崇利明究竟什么来头 我就直说了吧 他以前是正白起额尔吉士的贝勒 后来在四川包庇革命党 四方乱党头子 被朝廷革了爵位 撤了神机营的职 现在 就在我和德琪王爷手下做一护卫 我就不明白 他跟上头有何关系 此罪明明可以处斩 可上头 对他们实在太过包容了 以致那些革命党可以有机可乘 断不了根 格勒职也是贝勒出身 你们真够可以的 把这么多人全得罪了 不不不 黄团长 这件事 你一定得帮我们向各位董事解释 向远东公司说明此事 这是崇利明他个人的行为 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这绝不是大清的立场 是 他个人不识大帖 是他个人的事 他个人不识大帖 我大清可向来对各国 都是十分真诚友好的呀 我可以向您保证 到时候 他绝不会出现在赛场上 不好办 不好办哪 大家都在气头上 黄团长 您那么大能耐 一定能让各位董事 和大人消消气的 小大人你 你这太贱外了 可惜啊 只要有一个名吗 要不然我也得上台 去好好会会那些两鬼子 您还是省省吧 您要是真去了 那可真就是给中国人丢脸了 说什么呢你 有你这么寒散自己兄弟的吗 这段时间 帮里也是议论纷纷 都说咱们太子爷那天 可出大风头了 一万英镑 说给就给 这不 咱们青帮都跟着上新闻了 以往咱们一直想着 和洋人深入合作来着 这下太子爷可把事情 弄得太难看了 以后咱们 可怎么和人家肯定 怎么不开口啊 洋人搞这场比赛啊 意图很明显 就是想给中国人一个难看 我觉得 青儿这次做得不错 中国人参赛 青帮 主威 这听上去似乎很好啊 是 是 笼络民心 要比跟洋人合作 更有利我们的发展 明白吗 明白了 谢大人以前来过上海吗 我还真没来过 感觉上海怎么样 从上海回来的朋友说 这里可是好得不得了啊 说 有什么什么跑马馆 还有夜市什么的 这次一来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 这都不算什么 这个大上海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哪 是吗 尤其是到了晚上 这十里洋场 白天和晚上根本不是一个样 我们这有条四马路 是楼台十二 粉带三千 一点不比你京城八大胡同茶 哪里才好玩呢 谢大人感兴趣 谢谢 没有没有 这有一个叫夜强威的俱乐部 是这儿最大的会所 寻常华人根本进不去 要不今晚 我带夏大人去 开个眼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进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刚从隔壁过来 我家老爷子让我拜会拜会德琪王爷 顺便过来看看 德琪王爷 肯定没说什么好话吧 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 你们的关系不是挺融洽的吗 怎么这会儿 人总是会变的 他变了 我变了 最主要的是 国家也变了 算了不说这个了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让你退赛 别让我别再穿了 那你觉得呢 你怎么想 还想参加吗 为什么不参加 不能让你太子爷白花钱 那我自然奉陪到底了 我家老爷子果然没看错 对了 他说他想跟你见一面 他说明了 他真的太子爷子 他真的有意思了 他想要让你更多了 我能够想到一面 二十四个小时 我跟他说明了 我跟他说明了 我说明了 我能够想起来 我说明了 你这是一个人 我说明了 我说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